大家好,我是花招姐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個保存生薑的小妙招 首先我們取一塊生薑 用清水把表面清洗乾淨 用廚房紙把它擦乾 然後把大塊的掰開 分成獨立的小塊 我們再取一塊保鮮膜 放入一塊生薑 然後再放一個乾燥劑在上面 乾燥劑是我平時在家裡小食品袋裡收集的 我們用保鮮膜把它一起包起來 最好包的密實些 盡量不要讓裡面流著空氣 把邊角都封岩式了 用同樣的方法都把它包起來 空氣一定要擠出來 越密實越好 醬生薑用保鮮膜就包好了 然後放到冰箱裡冷藏 用的時候隨時取一塊就好了 這樣保存不僅新鮮 而且很簡單 那麼還有另一個方法保存時間更久 就是把薑的皮刮掉 並清洗乾淨 同樣用廚房紙把表面擦乾 切成薄片 切好之後準備一個保鮮盒 先在裡面鋪上一層保鮮膜 把切好的薑一片一片鋪好 因為剛剛切好的薑水分還是比較多的 用保鮮膜把它隔起來放到冰箱裡冷凍 就不會凍成一坨了 放好一層後 把保鮮膜再給它折過來 然後再放一層薑 這樣就可以放好多層 最後再給它包一層 弄好之後蓋上蓋子 直接放到冰箱裡冷凍 這是上次冷凍保存的生薑 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由於保鮮膜隔著不會黏在一起 每層都是一樣 而且水分很充足 非常新鮮 我拿幾片切一下給大家看看 切起來也很輕鬆 這樣的保鮮隨時吃隨時拿 用多少取多少 剩餘的繼續放冷凍 是不是很新鮮也很方便呢 好了 今天保存生薑的視頻 我就分享到這裡 觀看更多食用生活小妙招 請點擊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花招姐 我們下期見 拜拜 拜拜